伴赏 小妖牵上向柳的手 想带她离开这里 可是枪炫哪会那么轻易放她走 宣元王既已经一捅大荒 现在无人能敌 也无人敢欺 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也无用 反而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不若王上放我们夫妻离开 在大荒无名之地做一对平凡的夫妻 我们便感激不尽了 小妖垂着眸 至始至终没有抬头看枪炫一眼 眼看小妖一脸厌恶地想逃离 枪炫慌不择言 满脸怒意 呵呵 平凡夫妻 你不是爱图山景爱的死去活来吗 为了她 你甚至要杀了我 好 你为了图山景想杀我 我成全你 你要和图山景成婚 我也答应你 可如今 怎爹又抛弃了她 跟了香柳 难道你就这么朝三暮四 饥不择食吗 砰 枪炫的话还未落完 就被香柳一掌击中胸口 扑枪炫吐出一口鲜血 跌坐在地 香柳眸光透出森森寒意 如若她不是小妖的哥哥 她定会立刻杀了她 小妖的脸一阵阵煞白 呼吸急促 脸颊反而因极度的愤怒 生起一抹不自然的潮红 她为了她的大业 几乎舍弃了一切 包括她的自由 她的挚爱 为了她 她去讨好图山景 为了她 她嫁给赤水风龙 为了她 她甚至把香柳一步步逼到绝境 可最后 却只换来她饥不择食 朝三暮四几个字 何其可笑 话一出口 枪炫就后悔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有一天 会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伤害小妖的话 可是脱口而出的话 犹如覆水难收 她只能像个犯错的孩子 手足无措 惊慌不安地看着小妖 小妖 我 枪炫语气忐忑 此时再说道歉的话 好像也于事无补 甚至显得更加虚伪 道歉 向流言里寒气逼人 枪炫看向小妖 这次小妖冷冷撇开眼 没有像从前她被防风被暗杀那样 毫不犹豫地护到她身前 枪炫心如刀割 难道她就真的那么令她厌恶吗 她抬手擦拭嘴角的血迹 站起身来 对香柳说 这是我和小妖之间的事 与你何干 她既是我的妻子 你说与我何干 香柳微眯兵谋 妻子 枪炫心里泛起阵阵酸涩 随即瞳孔一沉 凝聚的灵力瞬间释放 向香柳猛烈地攻击过去 两人立即陷入激烈的扭打之中 原本香柳就是大荒第一高手 枪炫灵力远不及她 但如今 她灵力尚未完全恢复 只能和枪炫将将打个平手 灵光残影在二人打斗之中 划出数道弧线 香柳习惯攻击 枪炫懂得防守 二人一时难分胜负 逍遥就在一旁幸灾乐祸地 看着两个大男人 为小丫头争风吃醋 哎呀 我家小丫头还真是有魅力 竟然能让大荒 两个鼎鼎有名的人物 为你争风吃醋 大打出手 不错不错 不愧是百兽之王的女儿 得了你父母的真传 逍遥看着你追我打的二人 笑着打去 小妖拧着眉不说话 脸上的潮红如血 身子微微摇晃 想极力忍受着什么 小丫头 你怎么了 逍遥瞥见小妖不对劲 立即正色担忧地询问 此时 香柳被逍遥的话 扰乱了心神 一时不察 被枪楦一掌击中了胸口 瞬间亮枪了几步 顿时 体内气血剧烈沸腾 小妖只感觉 再也憋不住胸口的闷痛 扑吐出一口鲜血 瞳孔放大 犹如凋落的凤凰花 往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逍遥眼疾手快地扶住小妖 她才不至于跌倒在地 逍遥手只探上小妖脉搏 眼底陡然猛的一颤 说时迟那时快 逍遥获地临风展翅 扶摇直上 一瞬之间 将小妖从二人面前带走 小妖 枪炫经济 忙不迭收手 朝小妖飞奔而来 却晚了一步 只有指尖隐隐约约碰到小妖 消失在空气中的衣服 香柳手持冰月弯刀跪撑在地上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一手捂住心脏 胸膛急促起伏 眼里巨势对小妖都担忧 枪炫这一掌用了石成的力 若飞向刘本就修为身后 保不齐就会死在她的掌下 逍遥展开如垂天之云的双翼 请客之间便已带着小妖 跃进东海之中的深渊俱赫 万丈绝壁荒渊之下 即是归须 归须之境本是连接天界和明界的入口 位于渤海之东 盘古开天地以来 亦无人知晓 其具体位置 直至不周山被撞 支撑天与地的神柱断裂 北方的日月星辰向西偏斜 东南大帝因山崩地裂 而出现了巨大无比的深渊沟壑 其长眠岩数亿万里 深不见底 自此明界入口才被打通 八闲九野之水 天上银河 皆会及归须 终将归于混沌 燃万物轮回 亦始于混沌 人神妖魔陨落后 都将经过归须 进入幽冥 而后渡过望川 开启新的因果循环 幽冥之水上 小妖脸色煞白 唇半烟红 双颊扶着一抹病态的潮红 眼眸紧闭的样子 如同熟睡一般 静静地躺在一艘 用月光石打造的小船之中 它怎么了 一个白色的小幽灵 好奇地飘浮到身边 另一个烧大点的幽灵说 不知道 是逍遥大人 把它带来的 它要死了吗 小幽灵靠近小船 大幽灵 飘浮到小妖身前探查 惋惜道 看样子应该是 它的心跳 越来越弱了 哗啦 一只硕大无比的鲲 从幽冥水面 一跃而出 像一条长了翅膀的巨精 煞时写起灵光闪闪的水花 在点点星芒萦绕之中 化身成赤红的翩翩少年狼 逍遥一昧青阳 如同飞红的凤凰花 徐续飘落 足间轻点 稳稳立在月光石的 小船卷起的边角上 手里紧握着一块 散发五彩流光的龟须珊瑚 龟须珊瑚对人族来说 只是用来豆腐的物品 但对神族和妖族来说 却是疗伤的圣物 逍遥地守在龟须珊瑚上 轻拂一圈 灵力便将龟须珊瑚 紧紧包裹 片刻便被练画 画成五彩的浮光 缓缓流入小妖的口内 而后 她双臂成人自行 双手的食指中指并拢 指向小妖 灵力凝聚 源源不断地迎迎灵力浮 若有水般从指尖流出 缓缓注入小妖心脏 续于之后 小妖脸上的潮红淡去 逐渐退成正常的红润 逍遥大人 龟须珊瑚能救她吗 我感应到她的心跳 越来越弱了 大幽灵围绕在逍遥身边问道 逍遥立在船头 漠然无语 静静端视着小妖的脸 龟须珊瑚救不了她 只能暂时给她续命 逍遥无力叹息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小幽灵问 逍遥溃然常叹 只怕最简单的那个法子 她宁愿自己去死 也绝不会用 幽灵左右摇晃 表示困惑 小妖缓缓睁开眼 幽灵羞地躲到幽冥水中 小妖感觉头昏脑胀 眼前模糊的视线 逐渐变得清晰 她才发觉自己 仿若置身单轻水墨之中 万丈贺必决认之下 是一片墨脆的仙山 风鸾仿若皮连天地 耸立在淡白色的迷雾艳矮之中 其风一领 姿态各异 千山绝壁 险峻壮观 一座座带墨色的峭壁 高高低低 远远静静 虚虚实实 宛如悬浮飘荡在 滚滚的流云飞扑之间 这是哪儿 小妖疑惑 归须之境 逍遥轻言细语 小妖亚然 于是坐起身 只见龟须之底 是一汪水波不星的幽冥之水 远看 犹如静谧的湖面 洒满细碎灵光 美得不可芳物 静看 竟是无数眼如团团白雾的幽魂 在幽冥水上 持出游荡 这些都是逝去的三界王魂 他们徘徊在幽冥之水 等待轮回 幽冥之外 便是望穿 逍遥凝帝着 一脸震撼的小妖解释道 向柳呢 小妖默然想起 和枪楦拔刀相向的向柳 急忙询问 她应该没事 我给她传了信 估计她很快就能赶到 小妖把手放到心脏 感受到另一颗心脏的跳动 旋即放下心 输了口气 逍遥抿了抿唇 沉思片刻 狭长的凤眸多了分严肃 问道 小丫头 你为何使用童心咒 小妖震惊抬眈眉 你怎么知道 逍遥不问 她似乎都快忘了 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